好的我们来看剩下的几个非选择题 第22 一个IGC级别的问题 那么要知道它是来自于我们第17 第17组或者你说第7组的东西 那它最外层有7个电子 每个地方都是最外层7个 所以不要忘记掉 不要光把中间的这个 共用的这一堆打上去 还要把这里给补全 另外就是这地方应该都是XX 但是我这里不是好画 不太好画 所以我这里用的是这样一个表示 如果你还是不会 请你要去看我们的MAX scheme 另外就是千万不要画成离子型了 这是我们要考察你的第一点 如果画成离子型了 肯定这一份就不用看了 看第二题 这道题目其实稍微有点难 如果你没有思路的话 请要学一学这道题目该怎么答 我们来画一下这个结构 它是一个点 然后外面围了三个绿 这怎么可能呢 按照我们刚才的说法 它外面应该只能围一个绿才对 然后我们说到的点 它是第17组 所以说第17组的话 那么它的最 外层的话 会有一个 这样子的 这个 这么长吧 会有一个这个样子的 P的压层 你甚至都不需要写出那个5P来 你不需要写出那个数字 你想说它有个这样的P压层就可以 是吧 长这样 这个应该你都会 然后它理论上的时候 只能够再来一个键跟它配对 也就是说 它只能形成一个单键的情况 那它怎么能够形成三个键呢 是吧 它是一个点 然后绿三的情况 那么得有一个所谓的电子激发的过程 有一个电子 有一个电子被激发到了更高的一个压层里面 它上面还有压层只是一个空的压层吧 它上面还会有一个低的压层 这个压层是空的 3 4 那么激发上来之后 激发上来之后 这个电子不见 然后比如说跑这儿来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里有一个未配对的 这里有一个未配对的 这里也有一个未配对的 就有三个未配对的电子 这个时候我们就允许分别乘一个键了 来 来 来 分别乘一个键 那么 这就是原因 所以你要答出什么 你要答出P轨大脑里面的电子被激发 激发的过程你可以说promoted 被激发 然后呢 形成这样的三个未配对的电子之后 就可以形成三个键 或者呢 我们的Marx Kim 上面还有些其他的答案 你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我这里提供一个我自己做的时候的一个思路 那么下头 这是一个T的形状 T的形状 为什么 T的形状 其实就是因为这里上面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Lone Pair 为这个 或者固兑电子在这 两个固兑电子之间的施力呢 要比这三个成键的电子要大 所以最终把这三个推成了一个 T型的一个形状 当然这个地方呢 不是来考这一点 就是稍微多啰嗦一句 那么他说到的是这个键 是极性还是非极性 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 这肯定是个极性键 为什么 因为绿的极性 绿的这个颠覆性 比点要大 或者你就直接答说这样的 颠覆性不同 我们的Marx Kim是允许这么答的 好 再来 他自己这个分子是极性还是非极性 如果你会那个symmetric 这个词 symmetric这个词 你收写一下吧 一个对称的东西是吧 symmetric 如果你会这个词 或者你会那个 asymmetric 它的一个否定的形态的话 那就用这个词 如果你觉得这个词对应来说难 太难了 那么 我们也可以说 它的这些 diple相互的抵消 我这里给出的是一个overall diple是零 总的一个diple是零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那diple可以完全的互相抵消 所以它是 它不能够 sorry 不能够完全互相抵消 所以它是一个有极性的分子 好 咱们看看 颜色变化 那么点的颜色变化 小心啊 它这个点的溶液 点的溶液 颜色没有那么深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 你的最初的印象 点都是一个紫色 那紫色那个东西是 不是点的水溶液啊 那点单纸 或者是一个有机化学 有拿有机层里面 或者有机的溶剂里面的点 那就可能会是一个紫色的 这地方呢 最好是打黄色 黄色变成什么 这东西没有颜色 而这个东西的话 不要去瞎猜 不要瞎猜 如果你看到上面 没有给年轻壳的提示 你先猜它无色 不要去瞎猜 它比如说绿色或者红色什么东西 你没有这个道理的 一个变成无色的过程 好 再来 下面这个计算可能稍微难一点 这可能算是最难的一种 这个关于低定方面的计算了 那学习看 而且呢就算是这四分 你拿不全 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两分 你是肯定能拿到的 这里有它的一个浓度 和一个体积 对吧 这是浓度 这个体积 所以这两个一乘 你就知道 这会乘出一个 这个有多少摩尔的它 有多少摩尔的它 同样的这个地方也有 这是它的浓度 这是它的花了多少 这是体积 两者一乘也是一个 多少摩尔 多少摩尔 你把这两个弹上去 都应该有两分了 好的 那么我们来说说看 怎么做这个事 怎么做这个事 我如果拿这个一乘 这个两者一乘 我就知道了 这里流带 硫酸根离子的一个浓度 对不对 它的浓度我就知道了 它的浓度知道之后 就可以反推 跟它反映掉的 或者它低定掉的 点的一个浓度 点的浓度 出一个二就可以了 是吧 然后呢 知道了点的浓度之后 点的来自于谁 都来自于点离子 来自于点离子 然后你乘一个二 就是点离子的一个 这个量 点离子的量 然后你这两个一乘 就是这个东西 它的一个量 好 所以最终我们会发现 点离子的量 正好是这个东西的两倍 正好是它两倍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推端了 点是从什么 点是从负一价 升高到 零价 点从负一 升高到零 升高到零 然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 是一个一比二的关系 对吧 一比二的关系 一摩尔的它 使得两摩尔的点 升高到零 两摩尔点升高到零 就需要转移两摩尔的电子 转移两摩尔的电子 那么这个时候 它要转移两摩尔电子的话 它就会变成 成正义 这个所谓的电子守恒 因此最后 就变成了一个正义价 正义价 如果觉得这个很难 请你 把这个题目再做一做 再做一做 看看你在哪一步 卡住了 然后呢 当你 看着我们的Max Game 把它做通之后 你可以再做一遍 直到你对这个题目 有了比较大的把握之后 下一次 希望你能有思路 这道题目确实是 算起来可能难一点 来看第23 关于反应几率的问题 这个地方我就不一一 画给你看了 应该很熟 应该很熟 靠过无数变 我们的AS阶段 就那么几个几率 也是要有画图的 也就那么几个 每一次遇到的时候 请你去自己画一画 这个我们看一下 它的画法 比较有趣的是 它画了两个版本 都可以 1234 1234 那么 这地方的话 我们有两个画法 第一个就是 我们没有中间产物的画法 然后这里 一定要记住 从Long Payer指向这里 然后要画出 它的一些Diple出来 哪里是带有正电的 哪里是带有负电 这个你一定要画上去 那么Long Payer上去 然后这个地方 形成一个新件 然后落出来个什么 是吧 有两个转移的Diple 有两个转移的这个符号 这样的弯曲的箭头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还有一个 带着中间产物的东西 也可以学学看 你可以学看 它进攻它 然后我们形成一个中间的产物 也就是这个键正在生成 而这个键正在断开 它形成了一个 这个键还没要生成 没生成 这个键要断没断的一个过程 中间产物 这个很不稳定 然后最终 这个键完全断开 这个键完全生成 也可以学学看 是吧 好 我们接着往后 反应的类型 Nucleal Phenic Substitution 没什么好说的 小心啊 它是两分 一定要把 它是哪一种 substitution要打得出来 你光打substitution 是不得全分的 只得一分 同样的 你如果只打个这个 也只得一分 一定是两个词 好 再往后看 另外一种 是吧 消去反应 那对于它来说 对于它来说 首先 首先 要 小心一点 就是 如果你只是把 比如说 18 好 我除以一个它 我得到这么多more 得到这么多more 然后呢 不要 中了这个 错误 就是 你把这个more 然后换成多少刻 再拿这个刻去除以它 这不对了 这是不对的 这不是它的产率 如果你真的要按照 这样去算 你还需要把这个多少刻 这个多少刻 合起来再去除以它 合起来除以它 那不是应该百分之百 不会 不会 它这一定是给你 做好了伏笔的 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 那这种做法 就稍微麻烦一点 不如的话呢 不如的话呢 用more数 一more的它 能产生一more的它 理论上 所以 你如果算出来 这个东西是多少more的话 那么理论上来说 这个也是这么多more 也是这么多more 然后 然后 你拿这个东西 除以它的一个mr 我们就知道 理论上有这么多more 理论上这么多more 而实际上生成的是这么多more 然后两者一笔 就是百分之十八点几 其实转发率不高 转发率并不高 好 再往后等 下一个 下一个 这是一个其实可以做的实验 我希望你的学校实验室 是可以让你去做这个实验的 那么 这三者 这三者 谁 是最快的 显然是他 为什么 因为他的键是最弱的 键最弱 为什么能看出键最弱 他们的尺寸 那个点的尺寸最大 那么这个键是最长 然后呢 越长的键 越长的键 一般来说就是越弱的 来看D的这个 首先是根据它来写出 它的display formula 我这里方又不好 不方便画 我就给你画成了这个样子 要把所有的键 是吧 都表述出来 都表述出来 在一个碳上有 111 小心啊 这么看 111 好 有一个碳上有两个绿 然后呢 有一个伏 另外一个上面是 二上面 二号碳上面有一个绿 有两个伏 所以一个碳上是两绿加一伏 一个碳上是两伏加一绿 要看得懂 不要傻乎乎的说 有一个是两绿加一伏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绿加两伏 虽然说你可能画出来还是对的 但你的理解是不对的 好的 来看下一步 它是怎么样去作用到我们的测量层的 它说到了 为什么我们的碳伏键不断 而碳绿键断 只要你能够达出这个题目来 我觉得这个题目就有把握 就有把握 因为你就会去判断他们这个键 谁更容易断 我们会说碳绿键其实更容易断 而碳伏键这个键长更短 所以键强更大 更不容易断 好 接下来是关于它的propagation 又是一个这个free radical的propagation 不过这个它不是我们特别熟悉的 比如说丸听的那一个 丸听的那一个自由基的这种情况 而它是一个跟臭氧分子的一个 然后这个可能对于你不熟的同学来说 需要稍微凑一下 就是最后你一定要凑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的目标 然后从什么开始 从这个开始 从它和它开始 然后再凑成这样 然后你也知道一些指导规则 比如它肯定跟一个臭氧分子去反应 然后生成了一个带着这个 叫做未配对的这一个 未配对的电子的一个自由基 所以你稍微去凑一下 这个并不难凑 最后你得到两者加起来 加起来要把这个东西给削掉 没这个对吧 没这个 那没这个的话 你最开始如果画了这个和这个的话 最后肯定你得有一步 第二步会生成一个绿的这个来 总而言之 按照这样的一些思路 你得去凑一下 或者把这个东西看熟 看熟 这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几率 氯跟臭氧反应 生成这么一个自由基之后 生成一分子的氧气 然后这个自由基又跟一分子的 因为毕竟这里是两分子 对不对 两分子 那么你还得再跟一分子的它反应 然后要凑出三个氧气来 对吧 两分子出来 那就是两个它加上一个这个 然后你把两个加在一块 就可以回到这个总的上面来 好 接下来是Bilton Bilton作为这个东西 它确实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 比如说自由基的这些事 但是呢 它也有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Bilton是一个greenhouse gas 这个东西我们在之前的 考试的试卷里面评讲也说到了 greenhouse gas 你最熟悉的是二氧化碳 但是不光是二氧化碳 丸廷也是其中之一 丸廷也是 所以脑袋里面不要只有二氧化碳 你也可以说这个东西 它是可燃物 这东西是可燃物 那可燃物的话 就会产生一些其他的危险 好的 来看第24 第24 那第24总是先来一个所谓的 好像是一点发散的东西 是吧 一点新的东西让你学习 然后根据这个来 做一些新的题目 所以它也被称为 这个section theme 我们就说三个section section A 选择题 section B 然后比较常规的 第section C来一个 我们所谓信息题之类的问题 好 但是问的问题 其实账份都很简单 但是你要把它答全 这里是三分 千万不要带着你中学 或者是中文的学的 或者是化学那种填空子思路 就说电子转移了 或者说这个化学价升降了 化学价怎么升降 你光打电子转移和化学价升降是一分都不得了 这地方你需要弹出 你需要说出它的一个化学价变化是怎么变 比如说这里的弹底要看得出 对于暗里面有点奇怪 暗是附加在前面的 所以弹从一个负三跑到这里的零 跑到这零 负三到零是什么 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 你得把这个写出来 负三到零 这是一分 然后从绿正一到这里的负一 正一到负一 这是第二分 负三到零正一到负一 两分有了 然后你得说出谁是被氧化 谁是被还原 哪个是发生的氧化过程 哪个是发生的还原过程 这是第三分 再说一下 这个东西是一分 这个东西是一分 然后这两个都说全了 都说对了 第三分 不要只说它发生了电子转移 这是不得分的 好 那看下面这个计算 还是关于量的事情 那么生成多少 这么多的氧气 氧气 然后除以这个值 它都给你了 两者一除这么多more 对 这么多more 好接下来 那么 有这么多more的氧气 那么 不是氧气去 这个地方是 没错 是氧气 那么墨的氧气 那么对应 就能把这个能量给求出来 除一个二乘一个三 除一个二乘以三 我就可以得到它是多少 它是多少 好 那么 最后 它的一个体积问题 它的一个体积问题 去除以它的一个浓度 就是体积 这个应该来说都是很常规的事情 这种问题一定要回答 来看B这个 那么关于勒沙特的原理 而且是你最熟悉的 这个平衡 最熟悉的化学平衡 这个东西的话 千万不要去丢分 温度升高了 温度升高了 它是向着吸热方向去移动 也就是向着负的 或者说不是负的 应该是向着那个 逆反应方向去移动 把这些东西打出来 好 再来看波尔兹曼这个 它是用这个distribution去解释 去解释 仅仅在上面要画一画 我这里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 所以我没有把它画上去 那么严格来说 你需要把它画一画 我们在这里稍微 画一下这个试积图吧 好 是个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 我画个什么 画一个ea 然后我们再画一个也 也 或者你画个这个情况 也行 反正你这样 也就是给答卷的老师 或者判卷的老师 给他的一个 我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加入他之后 加入他之后 那么什么降低了 eA降低了 eA降低了 然后呢 就会有更多的粒子 它的一个 所带有的能量 是高于eA的 高于eA的 总体来说这样 但是如果你只弹这个 不在上面画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max game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它的max game 上面是怎么说的 好 好 来这儿 比如说 如果你只达 只达 这个东西能够降低 这个eA的话 它是不得分的 不得分的 那么 一定要怎么 一定要在这个图上标出来 看见没有 一定要把它标出来 然后呢 如果他说你没有标出来的话 你得按照下面去打 你按照下面打 不能光打 它降低这个 你得说它提供了一个什么 对吧 提供了一个什么 提供了一个 一条新的反应的路径 好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 有更多的分子 具有更高的一个 高于这个 高于eA的一个能量 这个我估计 这一份你应该能拿得到 只是前面这一份 你要小心 在上面画一画最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题目 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 又是一个做图 是吧 又是一个做图 那么 这是一个放热反应 你应该知道 从哪到哪 是吧 这个地方是 reactance 那么 你的products 应该要 更低一些 应该要更低一些 然后呢 你应该是从 比如从这 从这伸上去 然后从这 在下面 在下面 同时 同时 如果你有兴趣 也可以画两条线 然后你标一下 其中有一条 是我的 catalyst 或者说 catalyzed 你说你这么去画它也可以 这是reactance 我就不行那么全了 这是products 可以有一点点的 这个重叠是可以 没有问题的 products 然后这样 然后你再画一条 也就给它一个判决人的感觉 就是我知道 这个东西是 cat之后的事 好 它还有一个label的事情 activation energy 然后 还有它的一个 insert change 别忘了 那就是 这么一个 eA 标出来 然后这样一个 delta h 或者delta h 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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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把这个 方程式写出来 根据它的这个信息来写 对吧 根据信息来写 那这应该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相信 它还要带上我们的 这个 状态的一个符号 状态的符号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个 它的一个形状问题 是吧 这种东西应该成为你 非常擅长的 虽然这回我们是一个新的东西 netrogen trifluoride 是吧 有几个键 三个键 三个键在三个不同的区域上 同时 有没有lone pair 有 有lone pair 那么就是一个trigonal pyromidal 是一个锥形的情况 那么怎么解释 对吧 怎么解释 小心 这是两点 如果你光说它是 有几个region 有几个键 然后有几个lone pair 不全 不全 还得有一句话 别忘了 就是他们彼此间互斥 使得这个排斥力 最小 排斥力最小 还要有这么一句话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这四分 这四分 如果你要拿拳 也不是特别容易 但是你至少应该能答对 其中的一部分才对 尽量争取 是吧 像这种论述的题目 去读一读我们的Mark's Game 然后尽可能的向它去靠拢 问题出在哪 为什么它们接近 接近的话 我们就去比较我们的 分子间作用力 对吧 分子间作用力 它们有什么分子间作用力 比如这个家伙 它是有我们的London Force 有London Force 和这个Deple Deeple的 有两个 而这个三种都有 London Force也有 Deple Deeple也有 然后是Hydrogen Bond也有 但是如果你在这里比较 它们两个的 Deple Deeple 谁强谁弱 谁强谁弱 说实在的就不得分 你可以看到我们一会儿的Mark's Game 而你能够比较的清楚 说的清楚的 其实是Hydrogen Bonding 这个东西它有Hydrogen Bond 它没有 所以它的Hydrogen Bonding 使得它要大一些 分子间作用力要大一些 但同时呢 这个东西它的电子数要多一些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这个电子数 有多少的问题 多少问题 最好是把它算出来 有多少个电子 这个有多少电子 然后说这个电子比它多 比它多的话 那么London Force又比它大 所以它有Hydrogen Bond 使得它好像要 融费点更高一些 而它又有更强的London Force 所以这两个东西就相互 彼此间有一定的抵消 有一定的抵消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给出的参考答案 怎么来答这个问题 怎么能把这四分给它答全 好 首先就是不要答什么 不要去比较它们的Permanent 一个大小问题 原来它说到了谁 谁 它们都有这个 然后都有 这个London Force 那么我们就比较一下London Force的大小 London Force的大小 你会发现它的London Force London Force的话 那么 这个有一个比另外一个强 就因为它的电子数 就因为它电子数比它要多一些 当然这个地方它也提到了 它也提到了 你可以直接就说 它比它的电子多一些 这个也可以 规定非要去算 它的Max Game上面是给出了一个 计算出来的版本 而且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说如果你算错了 还有点要命 那么这是第二分 这是第二分 第三分 它还有个Hydron Bonding的问题 有一个家伙有Hydron Bonding 然后是第四分 第四分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案 比如说你就可以直接太结论了 那么总体的来说 分体来说 它们两者之间是相近的 总的 所谓Intermolecular Force 两者是相近的 好 其他的就是你自己去读了 还是那句话 希望在不断的做题的过程当中 每做一套题 下一次做这一套 另外年份的题目的时候 就要有更多的把握 更强的信心 就是这么一个难度 那么说到底 也就是这个样子 该补的那些课要去补 那么逐渐逐渐的 你应该会觉得越来越好才对 好 我们下一条再见 拜拜